嗨 大家好 我是瑞強 今天呢 我找一位在日本高中留學 台灣的高中生 他叫做 沙亞卡 大家好 我的日文名字叫做 沙亞卡 在台灣都會叫我 秀秀 對 不是 因為是我那個朋友秀秀 對 但是因為我會卡到 然後沙亞卡講呢 他今年是18歲 在日本的時間是一年 因為我認識沙亞卡之後就一直很好奇 他們高中生的包包裡面到底都在裝什麼 所以呢 今天就請沙亞卡帶他的包包 喔 有夠瘦 這個是你上學用的包包嗎 對 因為我們學校是算那種比較沒有制定式的東西 所以帶去學校的東西 制服什麼的都是自己在外面買的 外層呢 就是衛生紙 你們以前高中在台灣是會帶衛生紙嗎 老實說我不會帶耶 因為之前在台灣都是帶那種一整大包 對 我就很會 我們都帶一整大包放在抽屜裡面 但是 日本人沒有這樣做 我想 航 手機 手機在學校是要鎖進櫃子裡面 日本學校基本上都是規定在學校內 不能用鎖進 那還會鎖錢包之類的嗎 會會會 定期券 那後面這個是 全身陣 只有我可以看 方向 然後接下來是 防曬 這個設計好時髦喔 今年很紅的防曬 它就是今年那個cosme的那個秘密 給大家看今年大家可以去買 這個是日本高中生現在愛用的防曬 你們同學很多人來用這個 還蠻多的 我之前有看到就是有一個人講的耶 我很喜歡就是他就說 女高中生不是跟著潮流 他們是創造潮流的一群人 對啊 耳機 在日本坐車真的花很多時間 大家都會聽音樂 便當盒 這個這個這個我超級勤勵他還有這個 會帶一些小零食到學校 早餐到中午這段時間很容易餓 然後餓了肚子叫 然後老師又不用麥克風 翻上很安靜的話 就很尷尬 就會聽到 大家會笑嗎 如果真的有這個聲音 其實不會笑 但是其實也會很尷尬 就是因為真的很尷尬 他還帶了這個 麥波 超便宜 台幣3塊 餐盒 就是會把飯跟菜都分開放 而且他這個便當盒其實已經算是蠻大的 對 因為日本人吃通常是只吃一層 他們都吃超小的 這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就是完全是太小了 因為文章是很愛吃很愛吃的人 他說他以前的便當是四角的 野餐用的那種 然後一次有三層 文章是帶他當吃 就是文章他雖然很瘦 可是他很愛吃 他這個很可愛 就是你的筷子還可以收納在這裡 因為夏天的話會怕便當抽掉 所以會在裡面放個薄冷漬之類的 他們都不用蒸飯箱 對 他們都吃冷飯 我看這句啊 就是日本的高中生不是除了這種 自己帶便當之外 還有那種福利聖 其實不是都會說什麼 大家在12點就要去搶那個布丁 搶那個麵包 我們學校是有那種cafeteria 可是比較多人是帶便當這樣子嗎 對 基本上都帶便當 我覺得他們媽媽真的是很辛苦 這個是社團換衣服用的化妝包 夾瀏海的 它是這樣子用的 很多人都會帶這個嗎 還蠻多人用的 而且日本女生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有瀏海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為什麼啊 我自己也是 我還這樣講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唇膏 香水 就是小小罐 我也是來日本之後才有這個習慣 因為他們真的很習慣 就是運動完之後要把自己用的 很乾乾淨子 對 乾乾淨子 好像沒有運動過 就是沒有汗味那樣 那男生流汗怎麼辦 頭髮那些 男生他們會用那個 薄荷的那種獅子巾 女生也會 也有女生專用的那種 但我是沒有帶 珠子 珠子也好少女型 她珠子是粉紅色的 小鏡子 這就是鉛筆盒 超大隻的耶 其實這是我同學送我的事 光我們班的女生 就總共就有9個人用這個鉛筆盒 妳穿得這麼仔細 9個人 對 就是我有特別去 因為真的就是還蠻多的 就是來日本之後覺得 跟她相見很晚 可是我10年前 我跟她的年紀差不多10年 就是我10年前 在當高中生的時候 是有這個板子 我覺得台灣沒有看過它 所以我來日本之後 覺得說天日本人太聰明了 真的假的 現在的觀眾你們有人用過這個嗎 這個板子就是你放在一些紅色 或是橘色的紙上 它會隱形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墨背東西的 對 可是我們已經超常用的 我高中的時候啊 我真的沒有看過台灣而已 筆記本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這個牌子的 這一本是學校那一堂課規定說 就是這個顏色 要用這一本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那一堂課規定說 買這個顏色 這個HR是什麼意思啊 Homeroom Homeroom 300G 哦 什麼是Homeroom 300G 班級 嗯 哦 然後三年級是班 好酷哦 他們都會叫Homeroom 我第一次聽到 學到一個新單字 對就是來之後還學到蠻多 就是那種 沒有聽過的單字 對沒有聽過 就是你在台灣看那種 學日文的書也看不到 我也知道 水壺跟日本人真的超愛喝茶 我聽說日本人 他們連幼稚園 都是給小朋友喝賣茶 就是不會給他們喝水 就是給他們喝沒有咖啡因的賣茶 電子磁電 台灣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我找 電子磁電找的蠻辛苦 因為也是聽去年的學姐跟我講說 可以帶電子磁電 我們才在台灣找 但是就是 已經真的幾乎絕版了 台灣已經買不到電子磁電了 是很少 為什麼啊 那是因為 我常朋友都用什麼查東西 手機 哦 原來如此 因為像我們學校是 台灣學校是不熟手機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查 詞典英文的話 台灣學校不熟手機哦 我們學校是不熟的 所以有14堂星期二的課 你們上課是這樣上原文書哦 我覺得也有教科書 也有零多之類的 然後就是一定會有一本要讀原文書的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日本人靈文程度蠻爛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還蠻會考試 嗯 對 日本人很會考試 對 但是他們不太會運用 可能他們不會講 但是考試起來就很厲害 還有錢包 講義 對 日本人不太用 教科書 教科書 這個我有嚇到耶 因為我們台灣是超多教科書 我在慶應念別科的一年啦 老師就是狂發 就是幾乎是沒有教科書 可是我那個時候以為是大學才這樣 所以是高中就是 一直是發布林檔 對 他們都發很多布林檔 可是這樣不是很容易弄不見嗎 他們如果發布林檔 他們旁邊就會 幫學生打好兩個洞 哦 讓學生可以自己這樣編一本 對 所以他們就是自己去買資料夾 就是自己折 然後就是自己把它編排好 他們的資料夾也是 都是迪士尼居多嗎 還蠻多的 會選可愛的啦 哦 資料夾 男生呢 假面戰士 完了我沒有特別注意 他們不注意他們班上的男生 以上 沒了 好 那以上呢 這個就是在日本留學的台灣高中生裡面包包油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完這個影片 就是對於日本的高中生 有一些更細的了解 但是其實我覺得主要就是他們社團 真的 每個人書包就是跟我一樣那麼大 也常在那個電視上面看到 戴很多社團的用具的 對對對 然後就被一大人 然後還有那種棒球色 他們會直接穿那個社服就回去 哦對對對 然後就很多人 然後他們的棒球袋也很大 好 然後這影片就到這裡 也是說得很隨便 那如果說了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你幫我們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上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沙亞 大家再見 掰掰 對阿姨